警方拿着工具对着路上篮子内不断比划 试图将里面的绿烈烯赶到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 因为他们是酿成交通事故的元凶 绿烈烯试图爬过安全岛企图离开事故现场 28号下午一名无姓女子骑车行进高雄凤山区五甲一路 一只绿烈烯突然出现在路上 无姓女子为了闪避紧急刹车 造成另外一名陈姓女骑士从后方追撞 导致两个人轻微擦伤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后和民众合力用篮子围捕绿烈烯 外来种绿烈烯在野外大量繁殖 高雄近年来移除数量就暴增十倍 就连凤山当地里长也投入帮忙猎捕为民服务 绿烈烯肆虐让民众不堪其扰 高雄市农业局统计 二零二零年移除量达三千零四十七只 二零二一年更是超过五千八百只 而二零二二年至今短短三个月 也移除了超过八百只的绿烈烯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批的专业团队 他们会在繁殖区域 热点的区域会去做一个移除的动作 绿烈烯曾是热门宠物 但因为有四组恶意弃养加上繁殖快速 在野外缺乏天敌数量爆增 二零二零年林务局把绿烈烯列为有害外来种 逐步展开抓捕移除作业 同时要求四组必须登记 并不得再繁殖 期盼减少数量降低对自然环境的伤害 近新闻陈宇军 郭俊宇 红伟涛采访报道